有了 幾年有賣交這個管制的 風業旅館都沒有了 現在官公局 要撒出說這個風業旅館 可能要禁止企業 有哪怕出要撒出這個合議 第一組的方案 說哪有這個工房 也不來不出去 這個官公局以每一房 每一個月份 三千塊來包來 要來解決這個風業旅館 不夠的問題 身體就不夠了 到時候會有多多回臺灣民眾議員 不過現在所團出 就有部分的風業旅館亂不發覺 甚至這點 交通部官公局下令 亂有旅館不可以亂不發覺 如果沒有合理 那就是因為條件 怎麼來起家的風業旅館 經過條件 如果是屬實 就不可以申請政府的補助 另外 為了改革國內風業旅館身體 尖風時期真惡定房的情形 國通部官公局暗算在明年一月 出一日至一月三十日 卡通地區作出的方案 由國管市每合適合的飯店 在這一個月的時間來 全做是風業旅館 在地區作出的機関裡面 如果沒有出空的房間 可以跟官公局申請補助 最多是一間房間一天三千塊 保證業者有收入 全台灣的目標是增加到一千四百間房間 經濟交通部的了解 目前風業旅館已經為兩萬六千金 增加到兩萬七千金 按照在那年代進展 可以增加到三萬兩千金 不過因為最近國民如有 十四驚 按照要到十一月 地季十二月左右 新增加的風業旅館才會準備好 小 記者綜合報道